中国的春节刚过 一位美国人在中国过年的短视频 登上了中国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 180多万的浏览量 让美国人欧阳凯成了网络红人 你会上海吗? 你会上海吗? 今天你会上海吗? 今天开心 谢谢 我的名字是凯乐文 我是一个冬天军师 在中国的冬天 我现在已经有四年了 我现在是在成都 一番多的工作是 shootings, nature reserves,和收集的影述 我们全地在海海ogedà But especially 在一样的河中的沖海,西区和英雃 90后设景师欧阳凯的工作 大多在中国西部 雪山高原 动物草垫 壮美的自然风光 在她的镜头里 中国充满了自然的魅力 因为你感到很小 它不是你再来说 它是自然 它是你再来说 它是你再来说 为了带来她的分享 让我们有请 欧阳凯 谢谢大家 非常荣幸 有机会来到这里 跟你们分享过这个工作 我意识到中国的美丽 我去海派在中国,西方西方西方 然后我意识到 没有我的外国朋友也知道中国 我会在 Instagram, Facebook 大家都不可能相信它 欧阳凯的西部之旅范围不断扩大 此后,他干脆在成都租下房子 将大本营设在成都 我选择中国,中国是重要的 因为它是最远的 它是最远的地方 它是最远的地方 在最远的地方 最远的地方是最远的地方 它是最远的地方 然后一个200公里 是一个7500公里的地方 就是这种非常远的地方 住在这里 因为它是大大小的地方 我给了很多东西 有好食物,朋友,活动,舞台 舞台,舞台 还有很多狂的东西 还有热锅 还有自然的科学 都在这里 你都在这里 但是我隔了三个小时 然后我回到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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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认为 所以我选择成都 因为它是有两个 而且它是非常适合的 2016年底 欧阳凯作为第一个外国摄影师 跟随成都安子河自然保护区寻山队 徒步九天 用照片 记录下寻山队员 追踪雪豹 大熊猫 等野生动物踪迹的故事 那些人在历史上 不是我 那些人在历史上 那些人在历史上 都在历史上 每个月 去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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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我是拍摄 我希望分享这些故事 我希望能够带这些故事 为了更多的观众 为了不允认 但是为了更多的支持 为了更多的支持 这些人 在城都境内的安子河自然保护区 地处成都平原与西 向青藏高原 东元的过渡地带 两千多种珍稀 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 这里也是地球上 极少数 同时庇护熊猫与雪豹 两种珍稀动物的地区之一 次年来 欧阳凯正是在 一个个这样的原始保护区 奔跑着捕捉珍贵镜头 我必须跑 这是我的工作 我看起来 是最重要的 我拍摄一个视频 我必须跑 如果我不能跑 我不能跑 我不能跑 到山上去 锦江一路南下 在成都的版图中 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从山野回到成都 欧阳凯在锦江边 寻找到一条跑步线路 在山上 软滑 我能够到一条跑步 我能保持 为我做一个工作 因为 我估计 我经常是熟灰 在西桌 所以 正在第一个地方 每天 我会有自己工作 因为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做的 因为我做的 这些工夫 是不安全 所以 成绩 太多了,它是不安全的 12公里,所以我都能做一些很好的 冰激的冰激的冰激 它是很棒的 我爱这个冰激 在成都的跑步训练 让欧阳凯保持充沛的体力 为下一次山野拍摄做准备 而街舞则是他推广自然保护的另一种方式 我只想要做什么我爱 我们只有一个年轻人 我们只要有一个生命 我爱很多东西 我都尝试他们都尝试 我喜欢看能够的东西 拍摄,温暖,温暖,温暖 我喜欢舞蹈 我喜欢舞蹈 欧阳凯的第一次尝试是在海拔五千多米的横断山外 2018年6月欧阳凯在社交网站上上传了自己跳的环保舞 这一次的观看记录几近50万次 我认为不仅仅是有趣 但我认为是是一个方式的地区 我们认为如何拓卸地区域 好吧,是不是比我的跳舞更好呢? 这是这样可以随身带的常用的水杯 再生自己水杯 再不上上这么多垃圾 然后目标是让人们观看影片和笑 他们观看因为想看有趣的事情 同时他们从那视频的关系的关系 这是目标 在川流不息的汽车鸣笛声中 在古老与现代交织的城市天气线中 一丝来自遥远山野的风吹了进来 在这家位于成都339商业综合体的博物馆里 欧阳凯发现了另一种有趣的环保推广方式 这家面积7000平米的自然博物馆内 陈列着1200多种 8000多件来自世界各国的展品 让成都人体验到大自然的神奇 也让欧阳凯感受到一股熟悉的山野气息 R Stock Hello my name is Kyle. What's yours? Christ chlorophy unter This Amazon illon The It'll be DID D reports 像是在城堂中的地方 像是在城堂中的地方 正在城堂中的地方 正在城堂中的地方 正在城堂中 有些生物的生物 和有美好的教育 所以非常棒 而在山野与成都之间 有一样东西 始终让欧阳凯牵挂 牙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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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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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花 我现在已经养成了 这样的一个习惯 就说我每次从美国回来 我必须先吃火锅 再回家 从十五两下下到成都 回家之前 必须要有朋友吃火锅 要不然 果然怎么意思 火锅 已经成为许多外国人 喜欢成都的理由 这座国际美食之都 以独特的热情 欢迎着像欧阳凯这样的外国人 我觉得吃火锅 必要是最辣的 而且 要吃脑花 我应该有点烫 对吧 欧阳凯 这就是欧阳凯生活的成都 它距北极圈七千八百公里 珠穆朗玛峰一千六百八十八公里 鞍子河一百零三公里 与亿万年的山野相比 这座城市 才走过三千多年的时光 而现在 年轻的成都 正用灿烂的文明 和乐观包容的性格 吸引着 来自全世界 痴迷于山野的探险者 他们在这座公园城市 遥望雪山 也在跨越山野之后 享受成都的烟火气息